距离2022县市长选举只剩下4个多月 各个参选人都陆续插旗表态参选 而民进党籍花联县长参选人古拉斯·尤达卡 18号下午也召开了荣耀花联记者会 表达参选花联县长的不畏惧决心 五星级的县长是不是相依也有五星级的县名呢 一上台就校正古拉斯接受党的征招 代表绿营出征花联 首度带着绿营县议员参选人召开记者会 面对盘根错极的蓝营势力 古拉斯征战花联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都说花联对民进党来说 是一个不可能的选区 我完全不这么认为 艰困不代表不可能 我一直以来的理念就是如此 虽然曾担任部分区立委 又当过府院高层发言人 十分熟悉政坛运作 但下乡征战县长百里侯宝座 又是全然不同光景 出身花联又有原住民身份 在党的加持下成为绿营刺客 要直接突袭花联这个蓝军大本营 其实我们就是必须一步一脚印 不断的告诉大家我们的理念 因为的确很多人可能会恐惧 很多人会不了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 第一拿掉心中的恐惧 第二古拉斯 其实是有来自地方 还有中央执政 以及行政经验的一个候选人 虽然有机会掌握原住民票源 但花联可是客家闽南 原住民三大族群融合的大县 加上现任县长徐真卫实力坚强 古拉斯临为寿命挑战花联县 势必将面临极大挑战 记者中央报道